先來切我們的高麗菜絲 那這個大神小管的切菜環節 我知道大家都最喜歡看 這個高麗菜絲 感覺應該要盡量切細一點 又是刀工考驗 沒錯 刀工地獄 最近怎麼感覺很常在切絲 不然是做這個酸辣湯啊 做這個什麼 一天到晚在切絲 小黃瓜啊 小黃瓜啊 躲不掉的 切那個豆腐絲啊 小心切一點高麗菜絲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南蠻炸雞墊底用的 所以我們有成功嗎 你這麼說 那我們這種高麗菜絲呢 因為等一下是直接拿來鋪在下面墊底的 我們怎麼讓它脆口好吃呢 就是要讓它先泡一點點的這個冰水 所以我們準備一碗冰水 然後把它泡下去 大家稍等一下 喔真的嗎 沒錯沒錯 那我記得前兩天直播的時候 我們一直有出現就是 沒有冰塊的這個問題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順利的召喚出冰塊 像是忘記用超過時間就不能用了 對啊我們這個是直播 直播only 所以有這個到隔天晚上12點 只有24小時嗎 沒有專屬碼 專屬碼輸入HAPPY DATE 我們在那個結購的時候 它會讓你輸入HAPPY DATE HAPPY DATE 輸入折扣碼 H A DTY DAY 從頭操作到尾 好再看一次喔 這個是直播的畫面 點一下連結 進來了 然後立即購買 輸入一下會員 輸入HAPPY DATE 沒錯謝謝Stephanie黃 好我們把這個洋蔥 也稍微撥一下 那為什麼這邊要做洋蔥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 要做一個塔塔醬 來配我們的南蠻炸雞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塔塔醬 來 結帳頁面在此 往下滑 它現在已經折到2535了 這裡有一個優惠碼 優惠碼 優惠碼 那他們看是反的耶 操作相當熟悉喔 這都有操作過一次的啦 沒錯 層層把關啦 HAPPY DATE輸入之後 有沒有呢 看一下 有 看一下 唉唷 等一下對焦 它已經輸入這個大城小管 HAPPY DATE優惠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有了 這樣就有了 然後再下去 填你的付款資料就可以寫上了 操作就是這樣的 柏晨都有幫大家試過一次的啦 好我們切一點洋蔥 來做一個塔塔醬 最後我們再從 柏晨再從您教一次 有 要再一次嗎 可以 優惠說 沒錯 柏晨今天我們教學主的 好切一點洋蔥 洋蔥裝到小碗裡 柏晨 柏晨讚讚 那當然 我只都有幫各位看那個流程喔 那個流程很簡單喔 再記得在結帳頁面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可以再折250 洋蔥 洋蔥 我們要來做一個塔塔醬 首先第一個原料 洋蔥 再來 第二個原料 就是我們的水煮蛋 水煮蛋這是我剛剛事先煮好的 那蛋黃又給它完全煮熟 所以差不多是煮個7到9分鐘啦 就把它煮熟就對了 那這個蛋黃呢 大家如果想吃口感大一點就可以不用切太碎 那如果想要吃不到蛋的口感的也可以切細碎一點 那這個呢都無所謂 大家高興就行 來 雞蛋 切碎 那因為我們家沒有那個鴨蛋的 鴨蛋器 不然呢其實就不用這樣子切切的到處都是 廖春慧說大家晚安 廖春慧你好 廖春慧下一句就是叫婆婆 來婆婆好 一定要跟婆婆問好 不然等一下出問題喔 好來 這邊把這個蛋放進來 來 大家都跟徐爸問好啊 不跟徐爸問好等一下翻臉啊 好來 蛋放進來 那這邊呢其實大家一般會加一點小黃瓜 那我們今天就沒有再加小黃瓜 小黃瓜就是為了增加一點它的口感 再加稍微清爽一點 我今天用一個秘密配方 來取代這個小黃瓜的功能 就是我們的檸檬品 檸檬品 照星酒 好來 我們這個肯定要加一點美乃滋 美乃滋是這個 不是塔塔醬的這個核心 還有點鳳梨菁 喂 今天是人家的業配 不是自己的業配 喂 欸有欸 薇寶都跟徐爸媽問好欸 婆婆大家都有跟你問好喔 不要生氣喔 昨晚安阿 那一隻 大神消怪老問題 如果你是中午午休 在看這段直播的加一 如果你是 剛做完加四了 加二 加二 波城現在晚上八點 為什麼剛午休完 阿這個美乃滋敲不出來怎麼辦 搞錯了 又遇到大神消怪的最大難關 你不是會嗎 你不是要給他這樣子震一下嗎 是嗎 先把他蓋起來 波城再教一下嗎 沒問題 波城又出滿了 這樣可以了嗎 唉唷好累 來來來 看起來是反喔 哇等等一下 這個連結這樣子輕輕按一下 有沒有 在我們這邊置頂這裡 這裡 下面這裡 有一個這個 連結按下去 跳出來囉 然後 直接選 一級購買 一級購買 跳到這裡之後 跳過來了 記得在這邊 往下滑的時候 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HAPPY DAY HAPPY DAY 這樣子 折250 然後往下滑 把資料填一填 資料填好 唉唷我的資料 唉呀 波城的個資 洩漏了 糟糕了 資料填好之後 滑到下面 立即結帳 就好囉 不是等一下波城 你剛剛說 威寶如果現在在午休的加1 如果在家裡 剛做完加設的加2 為什麼現在明明就 晚上有人加1 見鬼了 好來一點鹽巴 這裡面現在是 美乃滋洋蔥 蛋 鹽巴 還有我們的胡椒粉 這樣有清楚嗎 阿最後再教大家一次 最後 直播完 直播最後教大家一次 真的耶 加2加1耶 對啊 阿我也要留個加2 好來檸檬皮 我們的檸檬皮來一點 電磁爐能用嗎 能用啊 剛剛回答嗎 沒關係電磁爐可以用 電桃爐可以用 等一下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IH爐可以用 等一下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好來這邊 我剛剛只看到一次阿 只看到有一個人問了 他眼淋蒙踢進來了 唉呦有朋友在英國欸 哈囉哈囉英國的朋友 英國的朋友要用一個 英式腔的這個英語跟他說 哈囉嗎 英式英語你沒問題了吧 哈囉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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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Porter 我的名字是Jonathan OK PUT SOME PEPPER PUT SOME PEPPER INTO THE BOOM 好 人家都說 那個英式英語腔聽起來很性感 為什麼我講起來怪怪 好來 現在這個 非常的香 裡面有檸檬皮 胡椒 鹽巴 美乃滋 蛋 洋蔥 然後最後呢 我們來擠一點點 現炸新鮮的檸檬汁 這個紙把它挑掉 好 檸檬汁一點點 唉呦 對不起對不起 現場搖滾區都被噴到了 好來一點點檸檬汁 稍微解膩一下 因為這個很油嘛 好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來把它攪拌攪拌 這就是我們今天 等一下要跟 我們的南蛮炸雞一起吃的這個塔塔醬 嗚呼 自己在家現做的最安心 不要買外面做的那個塔塔醬 自己現做的最好吃最安心 也很健康 好香喔 好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的塔塔醬 好這個呢就可以放在旁邊靜置 現在已經跟它沒有關係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 雞肉 我們雞肉 那我報告一下現在分享次數三十四次 三十四次有點想關播了 對啊我們今天 教大家的這個塔塔醬就完成囉 大家完成囉 謝謝今天植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耶 那廠商再看 今天廠商業配不好意思 sorry sorry 開玩笑的 欸廠商開玩笑的 sorry 好來 雞肉 那我們雞肉呢 我今天用一個比較酷炫的這個醃漬方法 有 沒錯 我們先準備一個 我們的秘密武器 我的秘密武器什麼 大神小管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掃星球 沒錯 塑膠袋 好來這個塑膠袋呢 真的很好用 我最近很喜歡用這招來醃漬 有沒有微博已經可以猜到我要幹嘛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 MerryHone謝謝分享 謝謝分享 LisaLine分享 謝謝 來我們來切一下這個雞腿肉 有 那你關注 有沒有人知道 塑膠袋要出來要幹嘛 塑膠袋要出來要幹嘛 難道說打包帶走嗎 打包帶走還是要怎樣 塑膠袋 塑膠袋 真的想不太到耶 想不到 塑膠袋我只有在那種 很晚的時候會用到 喝鍋酒以後 沒有去便利商店買東西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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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便利商店買東西的時候 OKOK 好 大家都說已分享 好啦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今天這組鍋子 你們剛好家裡真的需要的 喜歡炸東西 但一直買不到好炸鍋的 真的把這個鍋子帶回家 你會發現你變得很喜歡炸東西 真的很好用 尤其他附的這個炸網 炸網很重要 很輕鬆 很輕鬆 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誰可以告訴我 醃料醃製 喔唷 威爆 威爆 厲害喔 但是呢 對 醃製對了 但是有幾個簡單的 方法 手法 要告訴大家 好來 我們雞肉切好之後呢 全部裝到塑膠袋裡面 我們裝進去 因為醃肉的時候 有時候用手在那邊抓那個肉 抓的髒髒的 手髒髒的 又油油的 又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又黏黏的 又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均勻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一個這樣的塑膠袋 然後怎麼樣 這裡 鹽巴 一匙 多一點 我們今天雞肉是 兩塊的這個 去骨雞腿片 喔 鹽巴 然後胡椒粉 皮特主任晚安 哈囉 醃料醃料 冰醃 好 換進去以後 現在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們呢 這塑膠袋 不要把空氣打散 我們故意要抓一點空氣在裡面 有一點空氣在裡面 有一點空氣 然後轉 轉一下 轉一下 它就會這樣骨骨了 OK 咬一咬 那我咬咬薯條這個 對 這樣子呢 你的雞肉就可以 很均勻的 把這些醃料給吃進去 再配上一些手的幫忙 你剛剛就是加鹽跟黑胡椒 鹽跟黑胡椒 盡一點底味就好了 好來 salt and pepper 對salt and pepper 好 這個這樣就OK了 我們就先讓它這樣放著醃一下 接下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 下午 提煉再提煉 濃縮再濃縮 練了很多次的 大臣頭夾包 沒錯 欸我要拿一下 學到了 這招是你最近發現的 沒錯 最近愛用的 來各位 來了各位 不要怕 重點來了 來了 不要怕 我們要來做玉子燒了 那玉子燒的話呢 其實它 有一定的這個比例步驟 首先第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玉子燒要好吃呢 我有準備這個 我們的柴魚高湯 沒有柴魚高湯的話 可以加烹大絲代替 然後它有一個一定的比例 這邊來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呢 拿出一個碗 在裡面打五顆蛋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大臣為什麼要單手打蛋 你不是兩隻手都有空嗎 對 因為這樣帥 好來 五顆蛋打好了以後呢 接下來 一小匙的鹽巴 這個鹽巴一點點就好 鹽巴 大概這樣 一茶匙就好 一茶匙的鹽巴下去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幾樣獨門配方 我們呢 依照慣例 來到我們最喜歡的醬料區 各位醬料區 來囉 醬料區 醬料區差不多打開了 好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配方 哇這好危險喔 說實話我自己今天這樣都覺得有點危險 第一個 我們的 找不到 味靈 這是壽司廚 味靈 味靈加一點點 不要多 因為味靈一多 就容易焦 但是又要有它有一點甜味 好 味靈 然後砂糖 有砂糖也要加味靈喔 這兩個都要加 我喜歡吃甜一點的玉子燒 砂糖大概四茶匙 好 OK 四茶匙 依照慣例你不會打破碗 沒有錯 很常看我的私廚是大成的微飽就知道 我們已經這樣子走過了二十多幾 甚至三十幾了 從來沒有打破過碗 然後 會不會今天就是第一次呢 欸 欸 我的煎魚醬油呢 火城這邊有嗎 沒有 沒有 好吧 醬油 對啊我剛剛不是還在用嗎 好啦沒關係 那我們就加 這個 鮮美露 就是鮮味醬油就可以 一點點就好 當做調顏色 好 這個醬油主要就是為了調顏色 所以這裡面現在有鹽 砂糖醬油 味醂 然後最後我們要來加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的 柴魚高湯 那如果沒有柴魚高湯的 謝謝 沒有柴魚高湯的話 也可以就加水跟烹大絲代替 我這個柴魚高湯 那柴魚高湯要加多少呢 五顆蛋的話 要加大概100cc的水 所以我就要來量一下100cc 這個要精準一點 這個要精準一點 大腾小管是很少拿秤的 但是今天要精準一點 大腾小心喔 沒問題 好來100cc 好103 這個要精準 為什麼這個一定要精準 因為如果多了少了 今天你的那個蛋的口感就會不對 然後呢再來我們就把它稍微的打散 來 千萬別說就在今晚 沒事沒事 我們做菜呢 看似隨意 但實則非常的小心 沒有問題 就在今夜 好來 把蛋打散 那它的顏色會成 比蛋黃再深一點點的顏色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醬油嘛 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你不是有教一個打蛋方法 那個是 對 就是說打蛋的時候有兩種方法 一個這樣子打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打 是為了我們今天要煎蛋 要烘蛋 我們想要把空氣打進去 讓我的蛋更膨 這是一種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讓它裡面有空氣 不想要那個蛋膨起來的時候 我們打蛋就不要把空氣打進去 就是這樣 來回兩邊這樣 嚕一嚕 這樣就不會打出太多的泡泡 那你碗是紙 放一座紙 對對對 紙紙的 不是這樣打 就是這樣快點紙紙的 把它弄散而已 好 接下來 關鍵步驟 大家筆記 關鍵步驟 好不好吃就看這個步驟 我們要來過濾一下我們的蛋液 因為這個蛋液呢 它裡面是有 蛋液有一些那種綺帶 對 蛋精 那我們要把這些蛋精 給濾出來 要更乾淨 讓它裡面呢 是比較乾淨的 好 這就放在這邊讓它濾一下 等一下上面就會濾出很多的蛋精 大家就會知道我說的蛋精是什麼意思 厲害囉 玉子燒 大神小管從來沒有挑戰過的 今天下午練了兩次 我也不知道這次會不會成功 下午的成功率大概是50% 有那麼高喔 練了兩次 不是50%就是0了 好來 又學一招謝謝大神 大家說的是哪一招啊 我覺得我處處都是招 你們說又學一招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招 鄭貴幫我大神博稱晚安 哈囉大家晚安 我平常看大神疾病 都是拿這本筆記本在旁邊的 真的喔 原來是那本筆記本是在記筆記 我還以為你在塗鴉 好把這個蛋精濾出來 這裡面基本上都已經 已經沒有什麼蛋液了 我們沒有做太多的浪費 蛋液都下去了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濾出來的東西 這些濾出來的渣渣 有沒有這些蛋白 它怎麼還在滴 不好意思不要浪費 好這些濾出來的渣渣 白白的有沒有就是蛋精 這些蛋精是你怎麼樣打這個蛋 它都不會融化的 所以呢你在煎這個玉子燒的時候 如果白一塊白一塊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是因為這個蛋精的影響 那如果你要做出來的這個玉子燒 顏色都一樣很漂亮的話 就一定要注意那個蛋精 好 對方晚上呢 廖春慧 我的婆婆說做菜很快樂 沒錯婆婆我也覺得做菜很快樂 接下來又是一個撇步 又是一個撇步來 大家筆記本再拿出來 我們拿出我們最愛的 大臣小管 徐薇商城也有賣的大龍紙巾 不好意思今天是另外兩頁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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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廠商不要生氣 來紙巾放在這裡面 然後怎麼樣呢 欸怎麼樣 我們拿我們的這個沙拉油 然後大人你在幹嘛 不要亂搞欸 在幹嘛在幹嘛 欸 把油倒進去 喔 因為我 我們在煎玉子燒的時候呢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油過量 所以不是直接往鍋子裡面倒油 而是我們要利用這個紙去把油插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這樣子呢才不會太多的油 好啦我們準備來囉 緊張囉刺激囉 大家看喔 這一招很重要喔 一定要學起來喔 先把鍋子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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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之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把這個油 油不要那麼多 離掉一點點 這個紙巾 已經把油都吸附上去了對不對 那 因為這種紙巾 要直接接觸到食物 直接接觸到我們的油 所以就要講究一點 大家一定要選這種 無添加 無污染 無漂白的 大王紙巾 許惟商城有賣 再說一次 用起來更安心 用起來更安心 好不好 這也是層層把關的商品之一 好 在我們的這個鍋裡面 抹一下 你看這樣子抹上去的油 這樣插上去 對 這樣就不會太多 好不然就是用 裝在這個裡面 用我們剛剛等一下 訂購這個組合 會送這樣 用這個也可以 好來 鍋子熱了以後呢 等它熱一點 好這個蛋液呢 我們要分批的加入 這蛋液要分批的加入 緊張喔 所以我們還是沒訂成喔 你等一下先不要走 先不要走 直播最後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 我待會再跟你說一次 先不要走可以 好來 先加入三分之一 第一次會是我們倒最多的 後面會越倒越少 火呢 中大火 要稍微有點溫度 大家不要想像說 玉子燒是很脆弱的東西 油溫就很低 油溫要稍微高一點點 可以考慮噴油或刷油 沒錯 可以的 那如果今天你都沒有的話 就是用我們的 用我們這招 或者是你直接訂購一組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 就可以拿回去噴 這樣也是OK 對 好來 慢慢來 讓它有一個收成的過程 你現在是開多大的 現在是中大火 中大火 不用太小火 要讓它定型 好 我們鍋子一開始 讓它熱一下 好來 這個方形的鍋 我們今天同學的這個鍋 煎蛋也絕對不沾 不沾之外呢 它的這個不沾鍋的塗料本身 也是非常好清洗 也很強壯 那我等一下先準備一個兩個 這種比較平的鍋鏟 等一下也有用 好緊張喔 博神會不會成功啊 不好說欸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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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讓它加熱的比較平均一點 會成功嗎 覺得會成功的 要不要來一波戰戰 看一下 我自己都不想 喂 會成功啦 會吧 大家幫大神集氣 大神哪個又沒成功了 那阿Key成說 小厨師好可愛 謝謝 裲誰 我上次也是在蛋這一、這關翻船 什麼喔 上次欸哪一次 怎麼可能哪有翻船 大神小管哪有翻船過 工作中 jóvenes 要說翻船我只認賢派 喔姑娘還ok了 要說翻船 翻船,我只扔前派 前派那個是真的連熟都沒熟 我標準比較嚴格 來來來,大家都說一定成功,加油加油 有有,一堆讚喔,來 第一層很關鍵 只要有第一層好的基礎,我們後面就很簡單了 但是大家也不用擔心 如果失敗了,我自由我的話說 大家不用替我緊張 看一下這個邊邊邊邊邊很重要 還是因為第一層之後是包在裡面的 對對對,第一層是包在裡面的,所以失敗了就算了 那現在因為還沒翻,就先說第一層很關鍵 第一層很關鍵 好,來喔 現在溫度有點高了,不要太高溫,不要太高溫 太高溫,等一下出事了,好,來我們現在準備把它翻一下 那有什麼緊張嗎? 不緊張 怎麼可能緊張 大神什麼時候緊張過 好,來 還可以喔 還可以喔 來,現在慢慢翻起來對不對 一點點一點點把它翻起來 好,來 這樣子我們的第一層就完成 第一層完成之後 來,現在關鍵步驟關鍵步驟 來,大家筆記 我們先把一些 旁邊的這些渣渣先撈起來 以免它等一下焦了 你這個翻法有點像蛋餅的那種 對 一層一層 來,這個我們剛剛的這個油脂再拿起來 補一點油 好,補一點油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油脂 因為它過程中要一直補油一直補油 如果你不用這樣子用油脂用擦的方式它就太油了 給大家看一下有沒有成功啊 開什麼玩笑 太成功了 顏色也很漂亮 好,來 接下來關鍵步驟關鍵步驟 大家專心看專心看 大家終於每個步驟的門 一直燒這種門 好,來 第二層蛋下去 第二層蛋下去以後 關鍵步驟是什麼 我們這邊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側面 我們要把全面這個蛋捲把它翹起來 讓我們這個蛋液可以流下去 讓它可以流進去 好 讓它們兩層去做結合 你如果沒有這個步驟的話 它煎出來就是兩個東西 不是一個東西 好不好 慢慢的來 慢慢的來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 這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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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功出細活 好不好 來,玉子燒 那這個玉子燒呢 等一下 我裡面要做到一點比較軟嫩的感覺 但是我外面 我希望它有一點顏色 我想要外面的這個玉子燒 它是有一點 淡的這種焦香焦香的感覺 這樣的玉子燒才會更好吃 玉子燒 沒估誤說前面幾層失敗都沒關係 後面兩層成功就補救回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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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第一層成功了 所以第一層最關鍵 最後一層還有可能會失敗 這個是另外一個宇宙的我們講的話 對對對 我們現在先不想要把話說 對,如果在另外一條世界線 我們就會說 前面失敗都沒關係 好,來 有大家都說成功 不錯不錯 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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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大成功 沒有問題 很明確 很大成功 OK 好,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收成一下 那我們就喝個飲料壓壓金 好 喝個飲料壓壓金的同時 我也不希望大家忘記 我們今天呢 是有同廚的這個五劍組業配 置入我們今天的這一則大成小管的直播 那我們剛才也介紹過了 我們等一下還會持續的介紹 我現在手上用的呢 就是五劍組裡面其中的這個小鍋 拿來做玉子燒 剛剛好 市面上很少見的翻鍋造型 對對對 翻鍋有翻鍋的好處 好 小心小心 千萬不要燒 我繼續再等它一下 對,再等它一下 因為它現在表面還有一點這個濕潤 好,我們邊邊最重要 邊邊很重要 邊邊很重要 邊邊要稍微敲開 對,邊邊稍微敲開 這樣子你在翻的時候它才不會黏住 當然也不是說這個翻鍋只能做玉子燒 這個翻鍋基本上你要煎牛排 煎任何的肉排 甚至煎一些蔬菜 甚至它也有一定的這個厚度 一定有的一定的深度 所以呢你是做一些比較像 這種 一到兩人份的那種 一到兩人份的 像做一些蛋餅 這類的 或者說只要加一點點水 去稍微燜煮一下 這種其實也都很OK 好,來 第二層 第二層也很關鍵 欸等一下你那個形狀可以嗎 欸欸欸欸 喔 好,沒事了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邊邊要焦焦嗎 其實邊邊都可以切掉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怎麼了怎麼了 不要跟我講話 不要跟我講話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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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有點有點 可以嗎可以嗎 喔 好 沒事OK 可以喔 喔 第二層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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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大家 大家 大家還OK嗎 第二層也有成功嗎 你們還有跟上我們的進度嗎 還有跟上進度嗎 第三層我筆記第一層最關鍵 欸對對對 沒錯沒錯 呵呵 比薩周說得好 好這些多餘的蛋 我們先把它堵起來 因為它一直放在旁邊加熱的話 它很容易燒焦 對 欸最重要的留言 廖春慧不錯 廖春慧都來自廖春慧的首肯 那我就安心了 好來 第三層第三層 好來第三層全部一次弄完好了 對 以免等一下弄 再弄一層失敗 對 好沒有關係 來我們這層也還OK 目前狀況還可以 一樣翹起來 一樣給它翹起來 彈枝流進去 溜進去一點 OK 沒有問題啦 為什麼旁邊一直有笑聲四起 沒事沒事 OK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廠商電話來了 廠商電話來了 借一下 喊咖 沒有 沒有 沒有菜飯糕 沒有 放心 放心 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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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廠商的關心 好 OK 沒關係 等一下下層會包起來 王菊如是說到沒有錯 王菊 威寶說得很對 但是呢下層也有一個可能性是包不起來 所以還是很緊張 還行到目前為止還OK 因為我們最後還會有一個修邊的動作 我們形狀都還是有維持平衡 對對對 重點是好吃 外型什麼都不重要 當然我本身技術這麼差 基本上我算是第二次做玉子燒 都能有模有樣的做出來 也沒有沾鍋 然後形狀也還維持的不錯 都拜我們今天同廚的這口平底鍋所吃 OK 要不是因為它我們已經不行了 對不對 Maki說我剛剛也聽到微微的笑聲 你聽到的是 對 微微的笑聲 不是小微的笑聲 OK 小心小心 這裡呢 鍋子現在有點燙 火不要太大 火不要太大 等一下燒焦了 該翻齁 沒事沒事 OK的 很香齁 這邊讓它再熟成一下 不要緊張 你是要跟自己說嗎 對 不要緊張 給自己一點信心喊話 一點鼓勵 不要緊張 跟自己對話的環節 給自己打氣的環節 啊這時候婆婆在的話 都會說 你在睡睡眠 我在玩 不是啊 已經被罵到臭頭 好的 準備來翻囉 來囉 等一下這邊還給它再熟一點 再熟一點 還沒熟還沒熟 來了 來了嗎 已經想吃了 OKOK 最成功的 不斷有加油打氣耶 不斷傳來我們的戰戰 沒錯 微寶人就是這麼好 聲援一下 好啦 等一下 汗都流下來了 今天真的是好緊張 還說不緊張 不緊張不緊張 不緊張 老神在在 Marky陳說已經想吃了 沒錯 你演技 那個 演技也是越來越好 演技 冷漢都給你演出了 對啊 這個冷漢是演技的一部分 已經想吃了 好來 來了嗎 等一下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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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救一下救一下 欸欸欸 沒事沒事沒事 這一面不好看 沒關係 我們把它翻過去 等一下等一下 怎樣 欸你有沒有 太多啦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 可以嗎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這層有點厚 功力拿出來 這層有點厚 事實話 功力沒有拿出來 失敗了 好 來 這裡怎麼樣呢 教大家一個補救措施 來 這些多的呢 我們等一下 拿去旁邊拌沙拉 到這邊為止 大家以為已經這段直播失敗了嗎 還沒有還沒有 怎麼 不可能不可能 今天是有廠商業配的 不可能失敗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到這個田地了 就已經沒有辦法回頭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塑形他 我們來給他整形一下 對我們來給他整 整形一下 什麼情況 欸對 什麼情況 沒事沒事 我好想請徐媽出來救藏 喔寶寶 不是 欸欸 欸 阿米利亞 陳 簡 說吃下去都一樣 沒有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大神小管有他的堅持 現在已經 威寶已經開始 不是從 鼓勵跟加油 已經開始變成安慰了 安慰了 威寶已經 之前那些加油打氣 說成功的都收回了 沒事啦 OK啦 大家已經開始變成安慰了 沒有 還沒失敗 不要緊 我們還有補救的機會 我們現在再做一個整形的動作 沒有錯喔 我們現在呢 給他整一下形 整形手術 我們今天這個玉子燒 等一下吃凍的吧 吃冷的吧 好 都可以 好啊 現在呢 我拿這個鏟子 把它兩邊塑形一下 一方面呢 給兩邊增加一點顏色 火不要太大 以免燒焦 等一下喔 不太對喔 聞到一點怪 有一點怪怪的味道 用泡頭 好還可以還可以 好來 這一面也給他塑形塑形 沒有問題啊 整形完就好了 沒有錯 可以的可以的 現在技術這麼進步 什麼問題不是整形解決的了 你看我們換這一面出來 看起來多成功啊 美食節目變綜藝節目 沒有 還在美食節目的範圍 只有比較綜藝一點 我的司徒是大臣變尖叫廚房 這應該不是尖叫廚房 這應該是笑聲廚房 成功了 厲害漂亮有沒有 有沒有 經過我們的整形 喬手整形之下 對沒錯 喬手 再整一下 我們堪稱是 食物醫美界的奇蹟 打一點肉毒 打一點肉毒 喬個骨 等一下就好 食物醫美界的奇蹟 伯伯說暗會 暗會 那當然 還可以 還在範圍內 玉子燒對手換一遍 對啊我從小就很喜歡吃玉子燒 好來 看了有點冒汗跟著 唉唷 沒有翻過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應該可以拋得過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再亂搞了 不要再亂搞了 我們製作人在旁邊 已經開始露出不樂的顏色了 這些多出來的呢 我們就不要了 這些等一下拿去搬沙拉斯 我手機先開一下飛行 一邊踩他 又打過來 好我們不要再搞他了 我們不要再搞他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完成 耶 你只是要完成 耶 耶 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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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剛剛分不過來 好好好 好好好 不要再搞他了 就這樣 就這樣 這邊再塑形一下就ok了 同時有五個人叫你不要跑過 同時五個人 不能這樣煩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錯了 好好好 我都留言了 我都看到了 但已經一切都已經完了 我只是看一下有沒有其中一個是廠商 沒有沒有 好ok 那這個玉子燒呢 先把它拿出來 小心小心小心 真的小心 范蒂娜說再打一顆蛋糕就 有點道理 有道理 但沒必要 還可以 說句實話 目前 目前看起來還可以 好 這樣子的 玉子燒 我們把它拿去 冷一下 還可以吧 看起來還可以 待會我們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就很像 好 我們把它包著保鮮膜 然後拿去冷凍一下 我們等一下吃冷了 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看起來可以 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個玉子燒 到目前為止給幾分 給幾分 來威寶 好看的來個愛心 有有有 好笑的來個笑臉 滿美的 滿美的齁 威寶很漂亮 好ok 好嘞 這個 進冰箱 你要這樣吃熱的也可以 這樣子吃熱的也可以 吃冷的也可以 冷的也可以 冷的跟熱的不一樣的口感 不一樣的美味 看起來笑臉也滿 沒錯 一定好吃的 ok 阿 一大排笑臉 一大排笑臉 怎麼會有笑臉呢 來各位 我們來進行我們下一道菜 換一道菜 好玉子燒我們最後成盤的時候再見他 現在先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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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中場休息一下 對中場休息一下 我們要來做我們另外一道菜 所以大家要跟我移動 等一下等一下 移動 萃紅在嗎 萃紅在嗎 教學教學教學 教學一下 剛剛是怎麼樣 好 步驟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這個銅廚copet chef 方鍋五件組 我們的優惠 點一下我們這個手機 手機下方的這個連結 點一下就出來了喔 點一下連結就跳出來了 噹噹 跳到這裡對不對 我們點一下立即購買 點了立即購買之後 會跳到一個 要登錄的步驟 這時候如果你沒有會員的話 可以按註冊新會員 註冊新會員你就填 姓名 電子郵件 手機可以不用填 生日也可以不用填 然後再設一組 你最常用的密碼就好了 很簡單 你不用填手機 不用填生日 然後如果你不要收到 店家優惠的話 再把店家優惠打過就好了 那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直接 登錄會員成功囉 就註冊成功囉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那個結帳頁面 這樣子 OK嗎 我看有人說100分 也有人說87分 OK嗎 來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做我們的南蛮炸雞了 100分是我的教學 100分嗎 是是是 沒錯 不可能是我的 最後有看到嗎 不可能是我的蛋 最後再試試看 好 來這個雞呢 我們一樣 在這塑膠袋裡面 我剛剛在裡面倒了一點麵粉 中筋麵粉 然後另外呢 我又準備了一碗的麵粉 還有一碗的這個雞蛋 但是做什麼用呢 我們等一下呢 是要 沾麵粉 這有麵粉嗎 沾雞蛋以後再沾麵粉 一共要三層 我希望我們今天的這個雞呢 吃起來更酥脆 所以就用這樣的做法 那如果大家喜歡吃薄一點的 那你就一層麵粉 就去炸就好 那這樣的話它就 不會那麼脆 但是呢 就本身少油一點 還有一道 沒錯婆婆說 婆婆說我們還有一道 好 麵粉 這個 還有我們的蛋 還有我們的雞肉 還有我們的威寶 我們來這邊 準備囉 火熱開炸囉 準備囉 因為我們等一下 火熱開炸的時候呢 會用到比較高的這個油溫 所以就沒有辦法在那邊 用那個IC爐操作 油炸的話 會比較 用IC爐會比較久 HAPPY DAY都用大血喔 所以等一下 我們就來用我們的這個 你要幫 我幫你看看 蛤 喔 HAPPY DAY要大血 都大血 全部都是大血的 HAPPY DAY OK 大家搞錯囉 來囉各位 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 火熱開炸 愛心來一波 給大成一點勇氣 我們現在 剛剛還在玉子燒的傷痛中 還沒恢復 剛剛有傷痛嗎 對 還在玉子燒的傷痛中 還沒有 還沒有跑過來 你是說剛剛成功了嗎 成功 耶成功 快精神分裂了 好來 我們呢 這邊 先拿 再拿一個碗 我們今天要做的呢 不是一般的炸雞 是南蠻炸雞 南蠻炸雞的醬汁怎麼調 現在告訴大家 首先南蠻炸雞 很重要的 我們的 威靈 然後 我們的 鮮味醬油 還有 還有 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 我們的白醋 這三個東西比例 1比1比1 然後呢 最後呢 我們剛剛的 砂糖 甜一點 糖 這道菜要加多一點的糖 這樣我們等一下那個醬汁喔 才會黏稠 才掛得到我們的雞肉上面去 那其實這道菜有大家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做法 也有人不喜歡醬汁黏稠的 但我喜歡醬汁黏稠 來 醋 多一點齁 醋1 旁邊的油營在熱了很緊張喔 醬油1 味靈1 最後呢再來一點少許的我們的清酒 沒有清酒 沒有清酒可以加清水 清酒香一點 好 這樣子OK 油再熱 然後另外呢 我們要再做一個就是什麼呢 我們要再拿我們剛剛的這個小鍋子來 我們要再拿一個這個小鍋子 為什麼要這個小鍋子呢 因為我們要在旁邊 把我們的醬汁先加熱 把醬汁 這個醬汁 我還沒有給它攪一攪 sorry 醬汁攪拌攪拌 蘇吉正說我很不會炸雞 完全不會沒有做過 來今天看完大家都就都會了 很簡單 但不會哪一本書有教炸雞 今天先不講是哪一本 下禮拜一再講 下禮拜一公布答案 下禮拜一公布答案 哪一本下禮拜一公布答案 醬汁倒下去先煮喔 先把它加熱 加熱的濃稠一點 好 這邊再煮我們的醬汁 然後這邊再加熱我們的油 馬上就要開始火熱開炸了 然後一點點的太白粉水 我這邊等一下會勾一點點的薄芡 這樣炸法是哪一國的炸法 日本嗎 對 這邊要加熱 把醬汁收得稍微濃稠一點 然後這邊可以開始準備開炸 這油溫應該是還不夠 再讓它加熱一下 然後我們的雞 雞肉 我們剛剛沾好鹽巴 胡椒粉 然後麵粉的這個雞肉 然後還有我們最後成盤的這個 好 我們的高麗菜已經放好了 很美麗的高麗菜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雞肉呢 現在這邊醬汁在燒 油在燒 然後我們這個雞肉要先來沾蛋 沾蛋以後沾麵粉 然後就可以下鍋了 很簡單的步驟 必須要說我們今天同廚準備的這個方鍋 本身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它直接提供了大小完美的這個炸網 讓我們在炸東西的時候操作又安全又方便 然後它有兩段式 一方面可以這樣立起來 也可以這樣立起來 這個呢 是你可以有點比較像是請炸 固定它 那這個呢 是你可以立有兩段式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炸網真的非常方便 外面一個單買就一千多塊 兩千塊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把它加入在我們的這個組合裡面 非常的方便 好 我們邊做的同時 我們邊來操作我們的雞肉 雞肉剛剛佔定成麵粉以後 沾蛋液 然後呢 再沾麵粉 我放一塊加下去看看 感覺溫度差不多了 再沾一層粉 OK了 好這個溫度可以 所以那我們這邊動作就開始 要快起來 主播說開始抽油煙氣 對對對抽油煙氣 來徐薇老師要翻臉了 忘記了忘記了 好來 蛋 乾 hesitate 爭 這個是 坦 間 样 下鍋 動作要快 動作要快 很緊張 很緊張 火熱開炸 蛋 麵粉 感覺這個步驟其實用手會比較快 但我今天是真的不想把手弄髒 麵粉 好像這樣子的話可能要分兩批炸 什麼太多了 回寶說太多了 肌肉太多了 沒錯 承襲了我們海派師匠的作風 怕大家吃不飽 超過開了 抽油煙機開了 回寶油擔心 中筋麵粉 好啦 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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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好吃啦 沒有啦 老闆再研究 哎呦 感覺粉不太夠餒 好吧 它就有幾塊沒有粉 欸為什麼這一份肌肉這麼多啊 保證我下午也是一樣 分量的肌肉試做的 為什麼概念都沒有這麼多啊 下午用一份而已 我下這個也是一份啊 就兩份啊 沒有 它一份裡面有兩片 好啦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啊沒有關係 這樣子要留意 沒事沒事我有在看的我有在看 就讓它收支 哎呦我們肌肉很漂亮啊 來 進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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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動作看起來 哎呦哎呦哎呦 動作看起來很緊張 但實則相當的熟練 來 這個炸網的好處就在哪 我們隨時可以拿起來 我們隨時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現在炸的一個程度 然後我們可以拿我們的那個 稍微的給它波動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都每個都炸的定型 炸的很好 都還不錯 看起來金黃酥脆 哇 感覺這樣就很好吃了 椒鹽炸雞 好來 現在第一個步驟呢 把它全部炸熟 顏色很漂亮吧 這個也要炸兩隻 來這邊醬汁在收 哎 第一個步驟 炸熟 這一塊掉 這樣網的把手不會燙啊 不會 這邊不會燙 我手是直接放著的 不會燙 好來 然後現在拿起來 放在我們第二階段這邊 OK 這邊 稍微粒一下油 為什麼這邊要稍微粒一下油 因為我等它油溫升高 我現在在等下面的油溫升高 我要進行二次複雜 這就是我們今天銅廚的這個炸網好用的地方 它可以這樣子做使用 利油 但是這個鍋子不要一定要先把它撈起 之後撈起來 沒錯 好來 我們這邊醬汁開始收得越來越濃口了 好來 現在油溫拉起來以後 二次複雜 這次複雜就會 起比較大的泡泡 因為我們主要是這次呢 不是炸裡面 我們炸外面 我們把外面炸的金黃酥脆 漂亮 這組鍋鍋鍋看起來使用方便 沒有錯 點我們的置頂連結 這邊這個置頂連結 點下去 你也可以擁有同一套 來 炸的金黃酥脆 有沒有 顏色比剛剛還漂亮 好 這時候我們就撈起來 也不要炸過了 放在我們第二階段稍微露個油 然後呢 我們這邊又準備我們的太白粉 芡水 把這醬汁稍微勾一點點的薄芡 把醬汁稍微勾一點點的薄芡 油瀰乾淨了 醬汁濃稠度夠了 準備囉 各位 準備囉 然後雞肉 我們桌的這道好雞肉 勞心起見 我沒有假的 分量也多 我怕等一下爆出來 哇 這雞肉炸得 光這樣就好吃了 受不了了 把它疊起來 沒錯 然後最後 我們的Sauce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當然 Last but not least 我們一點點的白芝麻 這個是白芝麻嗎 各位觀眾 南蛮炸雞好像有美乃滋 欸 有的是比美乃滋更厲害的 不得了 南蛮炸雞的美乃滋 各位 我們早在直播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製作了我們的塔塔醬 嗚 你上去 中間上面 正上面 正上面嗎 真的假的 嗚 哇 哇 有 那個瀑布山的感覺 嗚 好過癮喔 等一下 剩下的 留一點 剩下的留一點 最後上面撒一點smoke pop 沒有 你這樣燈光不開 這樣燈光不開 看起來黃黃的 為什麼 這樣子 這樣 還沒有美乃滋 還沒有美乃滋 等一下 等一下 哇 這個南蛮炸雞直接把那個 剛的玉子燒都忘記了 欸 怎麼又回來了 還是要回來啦 沒有失敗啦 還是可以吃啦 對 我們拿個熟識的刀子 把我們的玉子燒切一下 那成功 這個玉子燒還有點熱熱的 還沒有完全冷卻 那就不管了 我們把兩頭切掉 這兩頭我自己吃 也不用全部聊 你切幾片好看的 怎麼切幾片好看的擺 整個都很好看 要把它切切切切切嗎 對啊 那那那那 我跟你講 這玉子燒超級好吃 我看人家玉子燒擺盤都這樣擺 有嗎 有這件事嗎 好像有 好像有 來了波山 我們關鍵的環節 來了嗎 等一下 太矮了 不要這樣子是不是 Sorry 廠商對不起 那就這樣 那那那那 那你放桌上 那這樣子吧 跟我們的 同出五間族一起 各位 威寶截圖 威寶截圖 等一下 等一下 少了點什麼 不是 少了點敬畏 少了一口氣 少了一個那個 少了一個氣嗎 少了一個氣 少了一個氣 那再來一次很重 這個時間炸雞 根本想害人減肥吃 來 再一次發展 來 music 來喔 南蛮炸雞 玉子燒 日式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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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銅廚五間組 這個銅廚五間組 今天是 兩千九的原價 二五三五的特價 使用250元的 大神小管專屬折扣碼 來到2285之後呢 我們還再送 兩把 金鑽刀 送兩把金鑽刀 再送 我們的 油噴罐 這樣子 噴油瓶 整個帥下來 折合下來只要一千六百多 把我們剛剛看到所有的東西 帶回家 大家可以點 下方的置頂連結 趕快去叮購 然後我們現在 要來進行我們的 試吃環節 你要來吃嗎 嗯 那你來吃 好 那我過去吃嗎 你要過來吃嗎 我在這裡吃 好 那你在那裡吃 你要哪一塊 這塊 我想吃韻子燒 喔 好 韻子燒 那個炸雞不會還很燙嗎 炸雞燙啊 炸雞燙才好吃 不過這哪一塊 要要要要要 必須要 你韻子燒還想吃嗎 要啊 當然 要嗎當然嗎 那我下午已經吃很多韻子燒了 那你要一塊 醬多的 醬多的還是醬少的 醬多的當然 醬多的 醬多的 再給你一塊 好啊 其實它很漂亮欸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玉子燒的切面 其實煎得很不錯 必須說句實話 欸其實這是 這幾次最成功的一次 其實應該算最成功的一次 其實應該算最成功的一次 真的很漂亮給大家看 哇好香喔 很成功吧 Juicy捏 好好吃喔 甜的 我喜歡吃這種甜甜的口味 非常好吃 一口接一口 我們留一點給徐薇老師 欸有那個高湯的那個味道 柴魚高湯的味道 有柴魚高湯的味道 比例剛剛好 然後再來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炸雞 炸雞應該很燙 挑一個比較邊邊的這一塊 喔 然後一定要沾上我們滿滿的這個塔拉醬 欸這是玉子燒的成功喔 滿滿的塔拉醬 哇 一句話 幸福 它的皮還是脆的 裡面的我們剛剛做的南滿醬汁 它的那個白醋提供的酸味恰到好處 非常解膩 塔塔醬 生洋蔥的那種草根味突顯出來 整道菜的這個口感 口味非常的平衡 裡面肉的嫩度剛剛好 表皮又熟悉你要不要來一塊 嗯 那你自己選 你自己選一塊 好 喔 這個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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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去吃 我要再一塊 我要再一塊 這太好吃了 這真的太好吃了 喔 好吃欸 這個 柏仁說 沒有這麼成功過 喔好讚喔 黑一點高麗賽斯 稍微 解釁一下 柏仁 柏仁 吳千穎問 能不能 不入會員直接購買 可以不加會員購買嗎 購買要加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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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你想說 你的妹喔 跟你的姓名 還是煮密碼就好 嗯 這樣就拌好了 很快了 好 好 高麗賽斯 你要哪一塊 我幫你加 哇 欸 這雞肉好好吃喔 我還要嗎 我等一下吃 好 等一下吃 所以今天呢 很高興 我們可以做了兩道菜 日式全餐 欸我的玉子燒拿回來一下 玉子燒 日式全餐 就用我們今天的這個 五件組所做出來的 那本身呢 炸得非常方便 而這個小的煎鍋呢 它的形狀又很適合做玉子燒 它的不沾鍋塗料 金鑽不沾鍋塗料 本身又讓蛋不會沾 不會黏 不會容易超會渣 本身又可以煎出這樣 很漂亮的這種色澤 給大家看 然後呢我們炸鍋也非常方便 大家如果剛剛都有Follow直播了 就看到我在炸的時候 利用它的這個炸網 炸出完美的效果 非常好吃 只要點下面的這個連結 現在呢非常的折扣 又送兩把菜刀 而且不僅是送這兩把菜刀 你們也已經學會了兩道 用這個鍋子可以做的食譜 所以呢大家趕快點擊下方連結 購買我們Copper Chef 同出這次的五件組 一定超值 層層把關一定好用 大家買的安心 用的開心 博士還有沒有話要跟大家說 要結束了是不是 對 我再弄一些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訂購嘛 可以私訊大成小管粉專 不管是訂購購買保養 各式各樣的問題 都可以私訊大成小管粉專 我們都會有 不好意思 都會有Copper Copper Chef的這個專業的客服 來回覆大家 OK 再吃一塊太好吃了 好吃耶這個好好吃喔 網園是2880 但是你進到結帳頁面的時候 它那個活動會自動幫你折價 嗯 活動折價會直接變2535 可以刷卡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刷卡 然後 我們的那個 250塊的折扣碼 直到明天的午夜12點 本來只有這兩天 所以呢 樓下 這個連結趕快點進去 趕快輸入Happy Day 全部都大寫 H-A-P-B-Y-D-A-Y Happy Day的大寫折扣碼 就可以再折250 這個只有限兩天 大家要買要快 樓下的這個連結 點進去 點進去 點進去就可以購買 好不好 今天分享這兩道菜 非常成功 非常開心 我們差不多準備關播 然後等一下呢 這個要讓徐薇老師來品嚐一下 想通訓買鹹酥雞 最好我有私訊給你 我幫 我有私訊給你了 大家 最紅幫幫看一下私訊 博生哥哥剛剛已經私訊你了 你看一下上面那個操作步驟 博生哥哥的服務大家一定安心 好不好 沒有問題完美 結帳金額22多 22多的話就是有用折扣碼的 有啦 22多就是 因為本來是2535的優惠價 對 你要再用的折扣碼 2285 就是有用到折扣碼的 沒有問題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感謝大家今天 兩道日式招牌菜 成功 其實玉子招成功 比這個成功還開心 說句實話 這個成功 對我來說比較簡單 這個真的是挑戰 但是我真的說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大家趕快買 這個銅廚的鍋具以後 回家自己做做看 OK 真的有任何問題 趕快私訊我們 私訊喔 Chloe你說好便宜 沒錯這麼便宜 趕快去買 我可以隨時回覆你們 好 掰掰 掰掰